贴力 贴力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继续谈什么这个 一些基本精神 那我想到 将来我们有很多 不同领域要重新安排嘛 那有的当然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 教育嘛 对不对 啊教育 现在 或许 或许有一些 有一些改变最近十年什么但是 有时候想一想也不是改变很明显的 我们跟那个 很多那个年轻人 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太 勇敢的问问题种种啊 这个跟 美国的学生 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 所以 终止有 很多 终止有很多 很多争论啊 其实 我记得 因为我跟这个 台中县的一个小姐 那个认识结婚了嘛 在 22年嘛 他 他 那个时候当然是住在台北 他是 有 他以前的几个学生他在什么四星大学还有 台大还有东吴大学他有教学学生 然后后来那些学生就开个补习班 然后开个英文补习班然后后来他去 跟他们接触的那些学生就说 老师我们开了半年我们不想开了 啊干脆你来把他接下来好了 他想一想 maybe也是 也是 可以 所以他接下来了 后来 要找 那个 要充那个英文部门啊 因为他曾经在外面 有认识过我在一个 郭斌饭店的一个 观光局的一个 什么观光节酒会 所以 因为他有跟我碰过面他就打给我说 要不要一起做这个补习班呢 啊所以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这样去合作 慢慢就合作现在已经 快30年合作 所以 后来就结婚了什么 那 他也是对这个教育 他当然有很多 很多的看法 这个 年轻人 在 在美国就是比较喜欢说 你要读什么 你就读什么 到大学的时候 你要读什么系 你自己来决定 啊台湾就是把这些人都分下去了 夹一饼丁什么的 以美国的想法这样 不太好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 自由的发展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在台湾 你还是有那个怪现象 我太太周边的 很多啊如果他学生现在来教他 问他说你读什么系 我读物理 你很喜欢物理吗 我对物理没兴趣 请问你读什么系 我读会计 那很好 你对会计很有兴趣 一点兴趣都没有 很好 那你想读什么 我想读艺术 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读艺术 因为我考会计 这样 好 那我美国朋友在旁边说他翻译 他说你翻译给我听 我说 我这样就是翻译上英文 你也听不懂 所以这样的制度会 另外一个人就很臭恶 什么一个制度对不对 就像 我太太 前两天在讲 他有两个 他在台湾 他有两个 男士 台湾人 他认识超过40年 他在跟我讲 这些人也是教育水准很高 这些人是 顶尖的 一个是什么 麻省理工学院的什么 什么博士 一个是 头等号的一个 一个台大毕业的一个 内科医生 哇你看 这两个人非常的好 他跟这两个人来往 我从来没有讲任何话 因为我知道他非常欣赏这两个人 昨天他在跟我讲 他说你知道吗 这两个人选太太选错了 只有一个人选太太选对了 那就是你何瑞言 我说我是比较会选啊 我比较会选 这个台湾我看得清楚耶 对不对 他说我看他们 他们人生很坎坷 这就是因为他选太太选错了 我说那你慢慢想我明天要去桃园演讲 我必须 必须 出差 所以 他在讲这个种种 这些人 也是 有的时候 他们在社会上已经做事 他们也会来请教我 像这样的情形 你会怎么想 或是他们譬如说他们 这些男的 这两个男的很优秀 他们要去 海外要短期 要 要再进修 他会来请教我 那我要去美国什么什么大学要进修 你有什么看法 我会给他一些建议 我说那我看那个课程 那你出国前你先 有什么准备的动作 我还是可以掌握一些那个美国教育的那个情形 就是 台湾住了那么久 我就是台湾的教育的情形 比较 比较掌握不住 有一次 我跟林志生去我们那个东吴大学 那个学生写那些 我们去听什么 期末的发表会 什么然后那个学生有教一些 一些书面资料出来 我们看一看 我看林博士他看我说 这个叫做大学成都 真的我觉得 我觉得很那个 所以美国的制度基本上他不一样什么 基于那个自由的观念 就是像说 美国你住在哪一个州 你只要高中毕业 你就可以读那个州立大学 不需要什么考试 你不需要 你是高中毕业你是属于本州的 所以台湾将来分为六州 是不是要参考这个制度 但是后面 这个功课很难 你跟得上吗 你跟得上你就继续 很多人都被淘汰掉了 那我觉得这样的制度比较公平 你应该是 大学这个文凭有一点价值 有没有 要不然满街都是大学毕业 他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以前开部习班 你看那个时候 我们以前开部习班 我们会请一些什么 工读生来帮忙 你想工读生 应该基本 社会有一点点了解 完全没有 这个 这个人奇怪 你将来要在社会做事 但是他对社会一点点了解都没有 我太太问他说 你今天去给我寄这个括号信 他回来的时候 他就说 那括号信的那个 那个 那个证明那个收据吗 这个小姐说什么收据 他说寄括号信会有个收据 没有收据哪有收据啊 他说 不是贴了 多少钱是那个 符合括号信的那个油脂就有收据 小姐说投油桶哪有什么收据啊 所以什么叫括号信他也听不懂 他也听不懂 啊这个就是 一般那个 我也 我也碰过 那个工读生是 那个 没有买 那个时候是车票吗 不是像现在油油卡 我也碰过他是 他就说 何老师我有问题 我要回家我没有车票 我说那你今天没有带钱吗 我有带 我说那 没有车票 但是你有钱 不是可以用钱来买车票吗 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卖过车票 都是妈妈买给我的 我这样 所以我必须 带他下楼去买车票 他对社会不行 我们会计也是一样 我们会计也是一样 你看 这个 这个是我最头痛的 我最头痛的就是说 很多那个学生 其实他英文没怎么样 完全没有什么绘画能力 但是他用的课本 都是英文版 高中大学他用很多课本都是英文版 所以 我总觉得说奇怪 那如果你都要用英文课本 那干脆做美国的海外领土算了 对不对 台湾的教育部没有办法 把你提供你 母语的教材吗 那这样 这样不行 所以那干脆嘛 啊你看他们用那个英文课本很多 啊结果你随便打开一页 哇 他写进去那个铅笔写的那个翻译的那个就是 整页都黑了 不要用放大镜 看到原文都被盖过去 那你要写那么多翻译的表示你没有能力去看那个原文嘛 你不应该在看原文你应该看自己的 自己的母语的书 这个 这个就莫名其妙啊 所以 我 我也跟他们讨论这个 我说那 你 他说我们 我们就是这样 老师考试的时候 考个大概啊 啊你看什么事情都是 这样怎么会了解很深 随便我里面抓一句话我说那你这句话翻一层中文给我听 他翻的也不对呀 我说那你在学什么 这个 这个教育的是很奇怪的一个 一个 一个现象 这个教育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所以 我 我那个时候我就 我就跟他们讲 这个 英文 英文能力要提升要看原文 如果是美国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 他会有坚定考试耶 他什么可能就是说 你 没有这个程度然后要求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基本上是 不符合逻辑耶 要有一个坚定考试 那这几年坚定考试很多 你坚定到什么程度你才能看这个课本 像我们很多那个那个时候有 有 碰到那个马来西亚巧生 喔他们的英文都很厉害 他们就可以看 他们就可以看 所以我就说喔那我佩服你们 因为 有这么好的英文能力 他也可以读 他也可以解释 他也可以看 那这样就算 那么 那我们是不是 哎我说那我们 台湾是不是要派一些老师 到马来西亚去看你们怎么教的 要不然 台湾的这个这个 这个教育有时候就令我们 令我们非常的头痛 呃所以我 我 太太的那个 那个认识那个医生朋友 啊后来 他的女儿就想说 他说要去什么 济南大学 他要读那个 研究所 所以我说 呃他好像研究所他那课系 只有十几个位置 呃但是 前面会有七八个 就先 完全 呃接受 先接受你去读这个研究所 啊其他的就 后面 才决定 所以我太太说那你一定要前面七八个你才有机会 因为如果你后面那个后補的名单了 就会有一些有利的人士给你刷掉 所以我说我对济南大学我不了解 但是 我 你就跟我走我带你到教育部跑一跑 啊我们就去看看 结果他说为什么要去教育部那个时候没有网络那个时候早期 我就去教育部然后我们就去什么 有关那个大学然后找济南的 资料然后那个大学教授的那些简介什么那些那些 就是说把这个音音下来 你去面谈的时候你就说哦某某教授怎么样某某教授怎么样 啊我曾经听他的演讲哦怎么样怎么样 一大堆 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 他就被 很少他就被录取进去 他 读了几年后 后来就说 我不知道 台湾女性是不是还这样 他读了三年四年 还没有毕业 我太太就问他说 为什么读那么久还没有毕业 他说 老师 我 那个女性 二十几岁其实他很漂亮 他说老师 我这个论文不给我通过 为什么不给你通过 其实说起来 每次他带我到咖啡馆去讨论 我都坐得比较远 他说他不喜欢 他喜欢学生坐得很近 但是坐得很近他又毛手毛脚的 他说其他同学都有毕业的 他们都没有关系 我说那干脆 因为我学一些法律 那干脆我们就 我们就给他提个什么 提个什么案子到教育部 他说这样不好我永远比不了业 所以我不知道台湾的女性是不是今天这样想 有没有改变 他说如果我 我抗议他什么 我永远无法毕业 我就说这个很奇怪 那干脆你就 哎呀就 看看嘛 适可而止嘛 对不对 哦这个 应该是学校有规定 但是他说 那些教授都是 都是这样 在近南大学都是这样 是不是所有的大学这样 哦不知道 我想 美国 那个大学应该不是这样 你到人家的办公室嘛 你到人家的办公室然后你坐在那边他坐在那边 对不对 然后 你谈你的谈你的谈你的谈 OK我知道你写你的论文OK这个这个这个 哦怎么做做得好 要去咖啡馆讨论文这个本身就很奇怪 但是那个时候他说都是这样 所以 这个教育里面有很多奇怪的现象 说不定这些现象今天还存在 在每一个地方 但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你降低水准 然后毕业很多 没有办法做事的人 那这样对社会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太太也常常在提日本的例子 他说日本的例子 日本一个大楼里面 可能就有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什么高职 一个什么科技大学 因为日本没有给你搞个规定说你要有 极甲土地呀 为什么你要有极甲土地 当然这个就是 避免你开学校嘛 就国民党以前的很多那个规定 就是避免你 你开个学校 他开出来很多很多的规定 其实是这样 美国纽约也是有什么 世界有名的音乐学院 他没有地 他是一个大楼的几层楼而已呀 这个是世界有名的一个音乐学院 在台湾好像 不太可能 因为教育部有一些规定 那我太太说 日本更 更好的一个 他让那个企业 一起来合作 Renold 直接办学校 Renold他们要教什么 他们自己去教 譬如说他认为说 三民主义 因为将来雇主 不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啊 所以我们不要教了 那如果你是教育部的体系 喔不行不行 这个作为人生的 一个基础 一定要三民主义 但是你说 奥巴马没学过他 不是做人做得很好啊 对不对 那欧洲总 那法国总统呢 那意大利总理呢 他也没学过 他不是做得很好吗 对不对 喔教育部 就是 基于我国的规定 他什么都推到我国的规定 对不对 他忘记他自己不是国 对不对 所以这方面 那日本他就不是这样 所以日本甚至于那个学校 我们早上不是放那个 昨天放那个日本我哥 我他也说 甚至于你打几个 比较壮观的这个 几首歌你在日本放 你问他说哪一个是你的国歌 那个学生在少少走忘了 因为他没有教那个嘛 没有教那个 而且好像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 他们就把那种 爱国主义就非常淡化了 所以 他在说那个时候 他去留学日本的时候 他就参加一个那种 他是一个 类似大学 但是其实像我们台湾来讲 你会觉得是补习班啊 但是日本有那个时候已经有这种认证考试啊 然后每一个这个东西有工会啊 所以他有整个制度啊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学什么旅馆管理啊 然后他们学生啊 他们学生毕业的时候 对旅馆业是供不应求的 每一个学生有三五个 旅馆要请他去服务的 都是这样 供不应求的 那现在 我们台湾很多学生毕业以后是 到哪里到台大门口去摆地摊 没位子 前一届的毕业生都已经把位子抢光了 对不对 那你想到 你想到一个问题 教育部规定你要学所有的这些东西 而且现在马政府要把股文 股文的程度 要提升 对 要加重 因为这个是做人的道理对不对 我不知道其中这里有没有 有没有雇主 或是你跟某些企业集团的老板说 帮我们调查一下 哪几个在办公 每天办公需要用到那个股文 你可以问问看 对不对 但是马政府决定 股文要多学 对不对 而且好像很多国民党老一辈的也呼应 一定要 对不对 好很好 那么在日本 呃 他们就 学那些东西 然后 他这个部习班合适 他是已经高职什么的 他是日本教育部不承认 那教育部不承认怎么样 雇主承认 因为他有工会 他有执照 所以雇主承认 所以他们认为说 雇主承认就够了 教育部不承认又 又怎么样 所以你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台湾我们将来也应该走两条路 一个是教育部系统的 一个是 配合市场系统的 为什么用一些 教育部的老coco 告诉你说你要学什么 出来以后 他有保证你工作吗 那为什么他要讲那么多话 你规定你学什么 学什么 所以这个很多可以作为日本这个 或是这种现金国家那个规定 那我不要教育部的补助就可以了 我不要你的补助 我跟 外面 我募款 但是反正我的学生 我们就有 很好的就业前途 我才能说 王永庆 以前 就是要请 原住民 的 女性喔 主要是女性 因为护士 他认为 女性 比较好 男性护士 比较少量 他要把他训练为护士 他强庚医院的系统 要给他们训练 他要自己成立学校早年 那我不知道后面的结果好像 有开始做了但是前面有十几年跟教育部在吵架 没有谁数学 没有谁三民主义 怎么可以作为护士呢 王老板说我看不出任何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这个病人就说 小姐我睡不着你念一点三民主义给我听好吗 没有啊 没有这样 那至于那个 至于那个 数学 我只算 我只学我需要的那些 那些剂量 我只学这个而已 啊什么维基分那些我不需要 反而把他头脑搞砸了 你说要100cc 他说 那要出于什么要加什么要什么什么 学那个复杂的东西就把他搞乱了 100cc就是100cc 没有什么加减乘除 那我儿童要局我成人要局 分开 见我可以训练忽视 教育部说 这样好像不行 所以好像吵了十几年 在日本这个早就会通过了 你不走 你走教育部的路线你走你自己的路线 你面对市场嘛 这些人有就业机会 所以到今天 胡适皇 那怪谁 当然是早于 那个教育部不愿意找一点旗袍 这个也是有原因之一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多线上 社会上的很多线上很多问题 也是回到你那个教育 教育基本 人的理解和做事情 就是要回到那个教育 那 那个古文 我记得 早年 现在来讲 二十年前 我跟我太太 我们参加一个旅行团 是第一次 他们跟我们说 我们是第一团 到包加利亚 历史上 第一个台湾团到包加利亚 他是跟我们这样子 东欧在刚开始 开放 所以我们到那边 我们大概下午六点 旅行社就说我们都有签证什么 当然我拿美国护照 我们入境后来我们坐在那里 7点 8点 9点 10点 11点 12点 1点 2点 我就问那个导游说 我们到底在等什么 他说 我们是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对不对 我说 这个团员 除了我以外 对都是拿中华 所以我们要跟海关 谈价吗 谈什么价吗 陈证鬼陈证啊 移民也需要一点 要有一点好处才愿意让我们进去啊 他开始一个人100块啊 我现在已经降到70块 他说如果你愿意过来点个头握个手说不定我们可以55块成交 美国人 出面比较 所以我过去跟那个海关 呵呵呵 打哈哈 握我手什么 后来差不多 58块成交 我说 那我的美国护照 你不用 你不用 他们不敢惹美国人 那个时候就看 说 你这样被剥削 你回台湾以后要不要投诉到那个报纸 他说投诉到报纸 投诉到报纸干什么 我说你可以 可以把这个不公平 写出来啊 登在 台湾的报纸上啊 我说你 你有没有搞臭 报纸登的是新闻 台湾人在海外被移民官剥削这个哪是新闻啊 我天天碰到啊 我带旅行团我们天天碰到美国都是这样 哦原来这样 这个不是新闻 其实 这个时候 现在在台湾应该这个新闻最好因为你 一直在强调多少个免签证国 免签证问题是海关是不是还要红包啊 我们比较有兴趣的是有多少个免红包国啊 对不对这个应该统计一下对不对 所以 那个时候 我们就进入那个 报纸里亚 报纸里亚旅行 然后后来去土耳其还有希腊 哎希腊 古老文明 哇 不得了 像中国一样有这么古老的文明啊 有一个台湾做我们当地的导游 啊我们去 看所有的 这个骨鸡呀 哎 我就问他说 哎我很想问你 希腊的 国中 高中 有没有学古希腊文 哎 奇怪 我问完这个问题三分钟他都还没回答 为什么因为他在地上滚着笑 一直在笑 他等到他起来的时候 没有啊 我说一个古老的文明不学自己的古文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他说你们真的是头脑有问题呀 在希腊 那个古典书籍 就有这个语文专家把有用的地方拿出来 做选集 翻译成白话文 我们要的是那个知识 不是要跟那个古老的文体搏斗 你说对不对呀 所以古文不要看 我赞成古文不要看 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水校不要 不要那个东西 哦 但是我和先生很合理 你如果可以有100个雇主来 跟我说 我错了 现在社会上的人绝对需要那个古文那当然我看法会改变 开玩笑 我们现在的孩子将来要进入社会做事啊 为什么要学那个东西 哪一个雇主需要那个东西 我非常反对 浪费时间 你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一天只有24个小时 每天花在那个东西上 是浪费时间 所以你看 在台湾目前 他的教育的目的不是教育 而是帮你帮助 你越学那些东西 当然你越没有精神反抗 所以我 我太太说 我太太说她小时候 好像是小时候她被那个老师打的还是什么样 她腿上还有痕迹 我说为什么被老师打的 她说老师问说 呃 蒋 蒋总统是不是民族的救星啊 我说不是啊 老师说怎么会不是呢 她说他是人不是星星啊 啊就这样就被拖去去打 所以你看小孩子他不懂 对不对 今天有没有有没有人在美国 不小朋友好 欧巴马是不是民族的救星 你敢回答怎么样 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小孩子呢 那个不会啊 这种 高压的教育 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 所以现在小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这个就是我们将来 要检讨但是 我觉得在 在就说 这个美国体系里面 而且赞成 我 我赞成 人民有那个选择 OK 如果这几个人他要成立个学校 他只有教育部以外的 他就自己的体系就是说我们 俗称面对雇主嘛 今天在台湾如果你要成立一个传英语的学校 教育部就给你打回票啊 为什么 这应该是人民的权利 他要成立传书俄文的学校让他去做嘛 面对市场 我是学经济的嘛 市场来决定嘛 所以将来人家说 我是全英语教学的 你去做嘛 我是觉得让他们去做 别人说我是 我是认为未来的终点 世界上的语文 是法文 那你说全法文的学校你去做嘛 反正市场会决定对不对 或是有的人要做什么日文的 好好好 可以 让他们去做 我觉得不要有这个限制 所以我 曾经有带几个小朋友去那个 台北天母的那个学校 哇他们进去说 这里的设备比我们国门小学好得太多了 在我看起来 因为 因为我是 我是读美国一流的高中 私立的 我们的历史只差美国两三年 我们学校的 我们学校的 宿舍就像瑞士的别墅 所以在我看台北美国学校 普通而已 但是对这个台湾的学生来讲 他觉得 哇 而且美国学校有东西 台湾学校没有 有没有 美国学校都有餐厅 美国学校都有柜子放自己的东西 台湾的学生背着好重的书包 今天背回来 明天背过去 对不对 不到三年级就已经脱背了 三年级的学生跟祖母走在街上都是拿着馆帐 这种奇怪的现象 对不对 还有台湾的学生都是 自己的教室吃那个午饭 美国的学校有餐厅 吃饭要有一个吃饭的样子 为什么没有学校的餐厅 美国的 美国的系统不一样 所以我就说 我跟他们讲说 将来我希望 向美国学校 填摸美国学校 我希望这个在台湾是 基本的 希望每个学校可以有 起码可以有这样的设备 他说哇那很好啊 那我是我们的想法我想 应该我们做得到 因为 我们又可以收 美国的这个海军 陆军什么的 他们要在这里有基地 我们可以收那个租金 这个钱就很多啊 我们将来有 有各种税收啊 我想 必须像新加坡一样的 我想 美国 绝对不同意 美国的系统绝对不同意说 喔这些人免税 喔就是因为你把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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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攤贩在那里面税 新加坡都有 攤贩都有缴税啊 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制度 还有甚至于那个公园 有人就在按摩有人就在倒茶 有人就在租椅子 这些东西都可以磕一点税 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税收 而且我还要查谁没有缴税 台湾很多没有缴税的 你知道我我我们外国人对这个特别敏感 因为一个外国人 如果他被查到没有缴税 那国税局就不客气 那个外国人就 理智气壮 他没有什么面子的问题 因为在他认为说 爱情是最高无上的 所以他直接给那个国税局说 我女朋友养我 就这样很高兴 我女朋友养我 那个国税局说 你台湾女朋友养你 这样 好 存证拿出来 你说他每个月给你3万 记录在哪里 呃我没有存到 银行去 所以如果人家问我在网路上我就说 你如果要这样讲你还是要收集些证据 你每个月要存个3万到你户头里面去 不然我说女朋友给我3万我当然就有3万啊 你要有证据 要不然你没有证据那个国税局不相信 喔像你这样的人 一表人才 人高马大 又长得很帅 英文讲的一直棒 一个月起码6万块 跑不掉 好5年没缴税 5分之2 5分之7 好了 不不不不 好第2窗口 缴钱 再回来 他就交集直接缴税 他不管你啊 不需要什么证据 随便他磕税 那外面有很多人其实没有缴税 有的那些人还开便利 有很多老一辈的 有很多人 你一个在街上 我们在社区里面 有的那个老子 我从来不缴税 啊我们没 没块钱都在交 这我常常 以前他们会请外国人到市政府去 开会提出意见 我说这些 很多人 就常常讲没有缴税 你为什么不查 喔呵呵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查 谁去查 反正那个人绝对不会偷给他的 对不对 所以民进党 不敢查 不敢查 写没有缴税 国民党不敢查写没有缴税 你就按照户籍吗 一个一个就说你拿税在哪里 那你没有拿税 你怎么生活吗 你说你怎么生活 你必须把这个提出来 你必须把这个提出来 所以我想将来 一个公平的税制使大家必须 缴一个合理的税 我们税不是很高的 但是必须缴一个合理的税 那如果有一些 有一些主权 是免税 那我们就把它定下来嘛 我们就在法令里面把它定下来 因为它符合什么什么条件 我们就免缴税嘛 这个都讲清楚 但是不能说 有太多人就是 没有理由的不缴税 反正都不去追 这样不行 所以我们台湾有足够的税收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建设 有没有 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建设 那学校都可以建设得很漂亮 啊学校就可以有完整的设备 对不对 像我曾经 我们去泰国的时候 也参加什么 当地的那个 好像是英国人投资的学校 哇他的设备非常好 比台北美国学校好很多 喔非常好 所以每个人有这样的环境 他当然学到很多 什么什么 像他们在学习外国语言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 语文中心 每一个人有耳机啊 听啊什么那些 非常非常发达 然后电脑中心都很 很很奇全 然后每个人 然后班 每个班的人数也不多 然后每个人就 很活泼那个学生看起来很活泼 跑来跑去 小学国中什么的看起来很活泼 也没有脱背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接近很多很多那个外国的那种情形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了解美国的系统 那我们 其实我们不是限于美国 凡是世界上有什么好的制度嘛 我们都可以把它拿来 我们都可以把它拿来 我们也不要限于美国 美国有什么不好的 我们就不要嘛 他有50个州 50个州 曾经在治理上 他有做过一些错误的嘛 他有一些错误的做法嘛 我们看到了我们就避免这样的做法 但是他有好的制度 我们就把它拿来嘛 对不对 就像你说台湾要学一个基本法 那你要学个基本法 不是三五个人 就随便凑一凑 你要先看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宪法 你要看美国50州的宪法 你要看美国五个 现有海外领土的宪法 你要看很多很多的东西 Renobot的优缺点全部拿过来 Renobot讨论嘛 这样在Renobot 台湾人提出的 建议也可以 Renobot你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参考 曾经 在美国有多人建议 美国宪法要增加 什么条文有没有 他觉得什么不公平 种种种种 把那些资料也拿过来 你才发觉到 整个制度有一些瑕疵嘛 这些所有的资料拿回 融会贯通你才能 我们能 交出来一个给全世界 看 的一个新宪法 这个也是 我们的荣耀对不对 而且对全世界也是一个贡献 所以我们就希望将来在美国管辖体系 我们就走到那个康庄大道 Renobot将来就是 社会上我们有最好的制度 Renobot每个人 活得快快乐乐 Renobot每个人都有工作 每个人都有收入 每个人都有尊严 是不是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 起立正 起立 立正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